4月1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张寇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务一案,并当庭宣判,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2019年1月8日,汉中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务罪,判处张寇口死刑。张寇口当庭表示上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8月27日,因邻里纠纷,王自兴三子王正军故意伤害至张寇口之母汪秀平死亡。 同年12月5日,王正军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赔偿张寇口之父张福如经济损失。 此后,两家未发生新的冲突,但张寇口对其母亲被伤害致死,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心理足见失衡。 2018年2月15日,张寇口持刀将王正军、王孝军、王自兴三人杀死。 随后,用汽油燃烧瓶将王孝军家用小轿车点燃,并造成财务损失。 张寇口随即逃离现场,同年2月17日,张寇口到公安机关投案。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张寇口蓄意报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张寇口故意焚烧他人车辆,造成财务损失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毁坏财务罪。 张寇口虽有自首情节,但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不对其从轻处罚,对陕西省人民检察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予以采纳。